中共更换中国联通总经理背后有何起? 周四7月19日下午,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国华出任中国联通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人事变动,表明中共正在推动加速在中国推出5G技术中共,要想在5G方面领先权。 求对中国人和全球人来说,是喜事由引发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李国华担任中国联通总经理,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与此同时,原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爱丽,正式调任中国邮政总经理报道说,中国联通的总经理任命,是由中央组织部来做本身反映了中共直接控制中国的电信巨头,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是中国三大国有电信运营商中的两家,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内负责在中国购买和推出5G无线网络的机构之一。 投资银行Jeffrey Group LLC的一位电信分析师爱迪信里Edison Lee,认为这些人事变动,可能表明北京方面,正在推动加速的中国推出5G技术中国制造。 2025旨在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5G,半导体,人工智能,自动化汽车等高科技行业,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今年拨款8亿美元作为5G研发的预算。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N运营商将会购买华为正在开发的5G设备,并向消费者推出中共发展。 5G对中国人及对全球意味着什么? 引关注中共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监控系统。 分析人士担心中共发展5G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监控。 美国国土安全部前首席信息官司达玻璃Richard Staropoli此前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中共在无限领域日益提升的角色尤其令人担忧。 因为中共政府积极寻求通过网络控制公民所看的,所说的,以及上网途径,中共雇用成千上万的审查员,投入大量资源,修建厂城防火墙控制信息流动。 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欧互联网公司,必须同意中共政府的审查和内容控制。 斯达玻璃还说中国网络设备制造商无疑将保护中共的利益,作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扶持。 所以,对于那些信仰言论自由的国家而言,中共发展下一代无限技术,以及生产相关设备,不是一件可以漠视的事情。 美国及欧盟对中共大力发展5G所存在的一个担心是,中共将其审查制度和监控,蔓延到全球对欧美国家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中共利用盗窃知识产权,发展5G另一个担心就是,中共不是利用正当途径开发5G,而是会利用盗窃知识产权,来完成5G的发展前。 几代蜂窝技术Cellular Technology都是由高通等美国公司及爱立信和诺基亚等欧洲公司主导中共扬言要成为5G的全球领导者。 美商务部长罗斯此前曾说,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创新的国家,支持中国的创新之路,但是美国没有想到,中共不是在建立一个全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逼迫美国在华公司交出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 白宫今年3月12日晚发出声明川普特朗普总统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禁止新加坡博通公司Broadcom收购美国。 高通公司Qualcomm在白宫做出宣布之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RUS罕见公开信函,清晰透露美国政府对中资企业在科技领域的警惕, 因为担忧将美国最大的无线电通讯技术研发公司,卖给他国会削弱美国的领先优势,让中共有可乘之机,扩大其对5G标准制定过程的影响。 CFRUS已经要求美国企业推迟股东会等待调查结果在信中,该委员会特别提到,华为在5G技术领域的参与度,尽管这次并购方不是中资企业, 但如金融时报所说,正如华盛顿目前的许多经济政策制定一样,CFRUS心中,有一个目标中国共及其对美国知识产权的胃口,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早在今年年初就告诉路透社说,川普的国家安全小组,正在考虑建造一个超快速的5G无线网络, 让中共无法监听你的电话阻止恶意人,是进入同时还要必须确保中共无法主导市场,并把所有非5G网络都停掉。